大家好 今天的课程呢 我会向各位同学们呢 就是推荐 跟教导这一个使用这个 Translator 轻舍这一个应用程序 那就是说 我本身认为呢 在就是帮助学生的学习 尤其是在语言学习方面呢 就是会带来很多好处 更方便 好 你也可以看得到呢 我们右上角这边呢 是 就是已经进入了这个飞行模式 就是完全没有这个 网络的情况之下 这个应用程序呢 还是能够继续操作的 就是不能够就是进行这个语音 的翻译了 这个语音的翻译呢 也是可以 就是在有网络的情况下 就是操作 但是我个人就是 发现到了 就是他没有这个 就是输入 就是文字 输入 这一个 部分那么的精准 所以我还是就是说推荐给大家就是尽量使用这个 就是文字输入了 这个语音的话呢是可以就是 运用在就是 出外国旅行就是 他们就是 不会 用中文或者是英文呢 可能这个 轻轻的就是语音翻译的就会派上用场了 好 这个的话我话不多说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个由中文翻英文 在没有网线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得到这句话 明天见你好吗 I will see you tomorrow All right 所以 翻译的非常的完美了 所以 这一个 translator呢 他的长 长项呢 就是在于呢 对这个 比较长的句子的翻译呢 是反而是完美的啊 瑕疵反而会发生在一些 配词 短句 反而会有一些小瑕疵 小瑕疵了 所以呢 可以配合这个市面上的不同的词点跟字典 字典找单字 词典就找配词了 然后这个呢就是进行这个 长句的翻译有时候好像说 理解文不是很明白的话就是可以 使用这个应用程序了 那我们这个呢也有拍照的部分 拍照的部分呢就是进行扫描 就是整个整篇文章进行拍摄扫描 然后呢 然后进行全面的翻译 但是我本身也发现到呢 他的 就是 在扫描跟翻译方面呢 没有这个红色的应用程序 右下角这个应用程序来的强 所以可以配合使用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进行这个 英文翻译字 中文的这个部分 我们 我们来进行这个 审查 好这个句子呢往往是一个陷阱啦 因为很多就是 华小学生呢 如果英文不好的话 他们往往呢会去进行这单字的搜查 address 他会查到呢 的结果是 地址 那整个句子呢就翻译就不通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应用程序呢 他是可以全句翻译的 how do I address you 所以他翻译成我要怎么称呼你 所以他的 翻译呢是完美的啊 好 那我们在 进行这个 其他的句子的那个 观察 这个是我之前呢就是 也是在没有网络情况之下呢就是输入的长句 he eats five meals a day and this habit has made him gain a lot of weight 所以他的翻译是 他一天吃五顿饭 这个习惯使他发胖了 非常完美 好 第二个句子 the new strategy is to keep them unaware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 新的策略 好 所以经过以上好几个句子的这个 就是说示范 跟测试呢 那我相信就是说 家长们呢也会觉得 相当有信心了 这一个应用程序呢 可以在蛮大程度上面呢 可以帮到到学生们 所以我是向各位推荐了 但是我们也无可否认的 每一个 应用程序呢 都是会有他的盲点 他还是会有 些误差出现的 所以可能在使用这个应用程序 的同时呢 父母亲可以在旁指点 或者是 就是 有就是老师或者是补习老师 从旁指导 就是会更加完美了 好 接着我们的课程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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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